今日十四时五十五分局,本分局接获民众报案,称在台中市北区崇德路一段九十三号前有路数倒塌,造成崇德路南向车道无法通行。 现场有两部机车,其中一部骑士双载,一部单人骑士。 三位民众均遭路数压倒受伤,脱困后均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急救,目前意识清楚,无生命危险。 目前,本分局已派遣远警至现场摆设交通锥及进行交通疏导,并同步通知养工处派员前来排除倒塌路数,令通知伤者家属至医院进行照顾。